2022年5月7日晚上 浙江周山的天空出现异象 整片天空呈现出诡异的血红色 看起来好像有什么大事要发生 很多目睹的网友也都纷纷猜测异象出现的原因 比如是不是地震的前兆 或者哪里发生了大火灾等 也有人认为是地次风暴引起的异象 就在大家还沉浸在讨论周山天空变红的原因时 浙江绍兴等地的网友 在5月8日又听到了震耳欲聋的巨响 前后间隔不到24小时 诡异的血红天空突然地巨响 并且还集中在浙江一带 这很难不让人联想 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些异象出现呢 难道真有大事要发生 老规矩翻请各位观众老爷 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给作者点个免费的赞和关注 谢谢大家 首先来说一下周山天空变红 一开始有人觉得这是地震的征兆 从科学的角度来说 地震是不能被预测的 既然不能被预测 就不会留下特别明显的征兆 从这个角度来说 天空变红并不是地震的征兆 而从现实的角度出发 咱们马后泡一下 红色天空过后也没听说周山一带发生地震吧 所以地震征兆的说法不攻自破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周山天空变得血红一片呢 相关的消息说 是停靠在周山附近港口的一艘远洋渔船导致的 而红色灯光正好是秋刀渔船的远洋探照灯光 加上当地气象条件的影响 导致红光穿透力增强 进而引发异象 不过网友们对于这个说法还是失怀疑态度 毕竟一艘渔船的灯光 还不能强调照亮整片天空吧 就算真是渔船的灯光 为什么以前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呢 气象专家给出了解释 5月7日晚上周山附近海域的天气不错 但海面有雾气 水分较多形成大量气溶胶 当渔场的探照灯照射在雾气上时 在气溶胶的折射和散射作用下 扩散到整片天空 便出现血色天空的异象 简单来说就是 远洋渔船的灯光遇到雾气 光线的方向被大大小小的气溶胶改变 射向四面八方 扩散开来 当时的雾气够大 已经足以形成异象 一段时间后 当渔船把灯光关掉 光源没了 异象就不见了 这就解释了为何红光在夜里出现 而又很快消失 所以说 舟山的漫天红光 是一次机缘小河之下 出现的人为现象 和自然灾害大凶之兆无关 那5月8日 杭州绍兴的网友听到的巨像 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关于这个 很多科学家已经给出过解释了 杭州绍兴等地出现巨像 很可能是飞机音爆时产生的声音 什么是飞机音爆 音爆指的是飞机在以超音速飞行瞬间 挤压空气产生的冲击波 当冲击波抵达地面时 我们就能听到轰隆一声的巨响 音爆的影响大小 与飞机的飞行高度 速度 重量和气象条件等有关 而飞机超音速飞行时的地面 轰声污染区 宽度约80公里到160公里 然后 我国辽宁号航母 5月初正好在咱们的钓鱼岛附近活动 网友们听到的轰隆声 说不定是歼15发出的声音 毕竟歼15完全具备良好的超音速巡航能力 当然了 这只是结合有关的信息 做的简单猜测 不一定准确 但确实是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的朋友 突然听到巨响的情况比较多 加上咱们的战机 时不时就去宝岛巡视领土 飞行时出现音爆是很有可能的 最后总结起来就是 红色天空和巨响 两者只是独立的事件 没有必然联系 也不是什么大灾难的预兆 所以大家也不用过分联想 相信科学就好